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一台 智能咖啡盛號叫HOKA 這台秤是台灣的研發團隊設計的 這一台就是HOKA的電子秤 它跟一般的電子秤其實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對學長來說它是一個新的概念 所以今天介紹給大家 這台電子秤它標榜的功能 是根據一定的程序來完成手衝的過程 所以它不像一般的電子秤 就是一個時間 一個重量 至於時間重量能為你做什麼事情 完全憑各自的想像空間 或是你自己的衝組規劃 HOKA這台秤是反其道而行的 它希望你先設計好你的悶蒸時間 以及你希望的給水量以後 藉由固定的方式來完成衝組 所以也可以這麼說 它希望你比較容易失誤的東西 譬如說你的給水的穩定度 這種對一般出學者來說 比較容易失誤的東西 它用電子秤來幫你固定住 然後其他你想要變換的變數呢 你一來可以從電子秤上面的界面做調整 那二來你可以藉由你濾杯的更換 濾紙的更換 或是研磨度的粗細的調整 來follow你原本的衝組的程序 所以這點蠻特殊的 因為一般來說 衝組的程序 我們會放在這些參數的最後 譬如說我研磨度固定好 水溫固定好 然後最後我的手法去遷就 這些參數 但是HOKA在電子秤它不是 它希望的是我先固定好你容易犯錯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衝組 然後再用其他東西去follow這些特質 所以這邏輯蠻有趣的 那如果各位想弄明白 它到底是一個怎麼樣操作方式的話 我們就往下看 那HOKAZON智能秤呢 它希望接觸的受眾就是初學者 就是你可能比較沒有概念 你希望有一個器材能夠帶領你的初學者 或者是我不希望有過多的變化 我希望以穩定為主的一些受眾 譬如說你可能是咖啡店店家 你希望你的員工都能夠盡量穩定 不要有太多的變速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使用這樣的秤 來幫助你做穩定的衝組 那我們弄懂了這台電子秤的邏輯之後呢 我們就來實際上看一下它的怎麼操作 其實看完操作你就完全明白 這台秤要幹什麼了 那你也會使用 其實是蠻簡單的 首先我們必須進行設定的部分 這邊有個按鈕叫set 我們就按下去 按下去的時候呢 會看到第一個畫面就是它有寫一比多少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設定你的水分比 就是用多少克的豆子 搭配多少CC的水 那這邊上面呢有一個線條 然後最左邊有一顆咖啡豆 最右邊有三顆咖啡豆 那三顆咖啡豆代表就是比較濃啦 那一顆咖啡豆就是比較淡 這是為了讓初學者比較容易明白 那如果你要調濃淡的話 你就可以按這個 按這個左右的鍵 它就會告訴你說 現在是一比多少 越靠近三顆咖啡都代表說 越濃 像一比十就很濃嘛 那如果最淡呢 會到一比十九就很淡 所以這是第一個步驟 像學長習慣一比十五 我就調一比十五 OK以後呢就按set 那第二個畫面呢 是告訴你說 這個 你希望你的給水 每一秒鐘給幾CC 因為這個電子秤呢 它希望說能夠讓我們的給水 盡量的維持一樣的CC數 穩定的 這是它的邏輯 所以呢它就會只問你一次 你希望你的整段水的CC數 大概是多少 這個部分呢 也可以讓你後半段在充足的時候呢 可以很明確知道說 大概每一秒 你要 給多大或給多小 才能維持穩定 比較不會有水 乎大乎小的狀況 好它會提醒你 那怎麼設定呢 像學長我一般來說呢 我四點五左右 我覺得跟我平常的 沖煮習慣蠻接近的 所以我就設定四點五 那當然各位在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先設定 也可以跟學長一樣 先設定四點五 但是你沖一次 沖兩次的時候 如果覺得 這個數據對你來說 有點太小了 你可以再把它調大 第三個 是悶蒸的時間 上面現在是30秒 那這什麼意思 那是我給完第一段水 譬如說悶蒸水 給我給40cc 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 當你停水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進度悶蒸時間計算 就譬如說30秒 像學長就是很習慣 我給完水以後呢 再等30秒 我的悶蒸就結束了 然後再給下一段水 這個就是 符合我的沖煮計劃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香氣強一點的話 可以到40秒45秒 如果你希望香氣短一點的話呢 可以設定到15秒20秒 都可以 OK 然後呢 這個三個都設定完了以後 好 設定完以後呢 你就可以按 這個 第一個開關的部分 這個T的按鍵 就是OK 設定完畢 那你的基礎設定就完成了 那我們剛才設定了什麼呢 粉水比1比15 然後呢 每秒給4.5cc的水 然後 悶蒸時間30秒 然後之後呢 這樣的公式呢 就會設定在你的電子秤裡面 你就沖煮的過程呢 就照著這個 方法來沖煮 好設定完以後呢 我們就直接來沖煮一次試試看 就符合一般人的正常使用程序嘛 好設定完了 OK 好我們先來秤豆子 秤豆子的部分呢 放上去 然後一樣按這個T這個按鈕 就是歸零 歸零以後呢 我先放20克的豆子 當然放多少豆子都可以 他都會計算你的 放了多少豆子之後的水分比 好 我們放20克的豆子 好 20.1 20.20 好我們準一點 沒關係 好20克的豆子 好然後呢 就該怎麼做 就怎麼做 好 先來研磨 然後研磨的過程呢 你就可以 先來setting你的東西 先放好 放你的下壺 放你的濾杯 然後呢 放你的濾紙 OK 那都setting好以後呢 然後呢 不要忘記你要放粉之前呢 先按下 歸零 就按T這個按鍵 這樣呢 他才會記憶你待會放多少的粉量 好 按T 好歸零了以後呢 他就會閃爍 告訴你說 他現在準備 希望你趕快放咖啡粉了 他就 他會幫你做計算的部分 好我們放粉 好 20.0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時候他就已經把你 你的咖啡粉的 刻數記憶下去了 所以他這邊右鍵 這個右鍵呢 他會 亮一個右的動作 右的動作 OK好 這代表說他已經ready 這個部分呢 後面有兩個模式 一個是自動模式 一個是手動模式 那手動模式 就是說你每完成一個步驟呢 就按右鍵 他才會幫你進行下一個步驟 那自動模式就是 你每做完一個步驟呢 他就自動 準備到下一個步驟 所以其實是可以直接 按自動模式 是比較方便的 上面會出現一個A 代表說是自動模式 學長覺得自動模式比較簡單 我們就直接測自動模式 20.1克左右 好那我們按右鍵 好 他就告訴你說 目標水量是 301克的水 大約是1分37秒會完成 那待會呢 燈靠有三個 一個是 藍燈 一個是黃燈 一個是紅燈 藍燈代表說呢 現在的給水是OK的 那黃燈代表說呢 現在給水太小了 你要放大你的給水 那紅燈代表說呢 你的給水稍微大了一點點 所以可以稍微放慢你的給水 所以你就可以很直覺的 根據你的燈號 去稍微調整一下 當然我們也不用太過於 很care的燈號啦 就順順的抽 就自然就好 但是呢稍微參考一下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好我們先進行悶蒸的部分 我們悶蒸4CC 好 1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好 給44CC 它就會開始提醒你 告訴你說 現在是悶蒸時間了 所以它的30秒 我們該設定 它會開始倒數 那悶蒸的設定呢 就是你的粉量的兩倍 所以你只要過了40CC 它就會跳到 自動跳到 悶蒸的計時時間 你就可以 先把手動符停下來 然後等悶蒸倒數完了以後 準備開始進行下一次重組 好 OK 然後綠燈出現的時候呢 就可以開始給了 好 你就正常的給水 然後呢 你就稍微瞄一下 黃燈了 水稍微小了一點 放大一點點 也不用太誇張 用眼角瞄就好了 一直盯著你的燈號也沒有什麼用啦 還要專心的 給 認真的看 看你的粉塵 OK好 可以看到 我專心給的情況之下呢 不小心紅一點點 就代表說我水行超過了 稍微調整一點點就好 不用調整太誇張啦 因為太誇張沒有意義 OK 好 你可以看到我的燈號 大概會在 藍色跟紅色會轉換 稍微調小一點點就好了 好 OK 過了300以後呢 就結束了 所以可以看到呢 我前半段的水呢 稍微小一點點 但是也沒有離 藍色很遠 後半段稍微大一點點 但是也沒有離藍色很遠 就是藍色跟紅色這樣跳一跳去 就代表說 我的給水穩定度呢 還是可以 接近我的目標水量 其實基本上充足起來呢 就可以比較穩定了 那以上呢 就是HOKA電子震它的操作介紹 大家應該對它的功能 就有基本的概念啦 那基本上功能就是這樣 因為它就是 希望使用者就是以這個模式來操作 所以它也沒有自由模式 沒有說 我就是只要時間和 和重量 然後其他東西我自己控制是沒有的 跟一般電子震是不一樣的 你要使用的時候就是以這個模式來操作 OK 所以呢 我們根據剛剛的 介紹我們可以明白了解 其實這個電子震呢 它的 重上的充法 就是悶蒸之後呢 一次給水到底 就是不斷水的這種充法 這種充法的好處是什麼 喝起來呢 層次會比較簡單 然後風味上面比較集中 也比較不會有塞住的問題 因為你從頭到尾沒有斷水 那這個就是這種電子震呢 它 比較適合的一種充法 那這種充法呢 相對來說它是比較固定的 所以當我需要做一些變化的時候呢 或是說我在設定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從兩個部分下手 那譬如說呢 第一個部分是我可以 從給水的內圈跟外圈來做設定 這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因為我們剛剛從悶蒸之後 40cc一直到300cc 中間有260cc的 的cc數 如果我想要酸質多一點的話呢 我可以在維持一定的給水的情況之下呢 靠正中間它的酸質就會變多 如果我需要填質多呢 我就可以繞外圈填質就會變多 所以這種方案呢 就可以很簡單的 我給水穩定度是一樣 但是我藉由外圈內圈去調節酸填的筆質 那這個是可以變化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我可以藉由 我的 濾杯 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譬如說 我們用V60的情況之下 因為它的流速是比較均速 而且比較快速的 所以 搭配 HOKA醬的電子填呢 整體喝起來呢 就會比較酸香 會比較強烈一點點 但如果呢 我可以搭配像 這種半熱的結構 比如說客氣啊 或者說KONO這種半熱結構 它的隨著你的給水 越到後面呢 它的Body會更為顯著 同樣的 設定的情況之下 或者是說可以用 冰銅 介於這兩個之間 所以它的甜感 可能會是三個裡面比較顯著的 它Body又不會那麼多 所以我們也可以利用 換不同濾杯的方式呢 調整我們的風味 所以 邏輯 跟一般電子填不一樣 HOKA這個填呢 是先追求 我的給水穩定 再用其他東西去 Follow它 這個邏輯也是蠻有趣的 那待會呢 學長會再示範一次 它的充足 那我這次會告訴大家 學長覺得不錯的就是內外圈交錯給水的方式 好那我們就前面步驟一樣 好 都把我們的器材setting好 setting好以後呢 按 歸零 歸零完以後 然後把你的粉倒進去 其實習慣以後的動作呢 是很順暢的 然後 20.0 好都好了以後呢 按這個右鍵 它就會開始計算你的 你的總量了 OK那我們 藍色燈 前半段呢 我們一樣先做悶針 好不要忘記要超過40cc 好正中間 1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好40cc以後 然後30秒的倒數 那待會呢 我們要 呃 在180cc之前呢 我們都是 穩定的給水在正中間給 讓它能夠做出比較多的酸子 那後面120cc呢我們就穩定的在外圈繞圈 做出比較多的甜跟巴黎 那 同時間呢因為我剛才設定的是每秒4.5mol的 水量 就可以盡量讓我的給水是穩定的 那必要用內外圈的方式呢來做出 層次感 好 正中間 剛開始 不要繞圈 維持 每秒4.5cc 嘴太小了 大一點 好 很好 趁告訴我說 我的給水 小了一點點 還不錯 維持到了 好一直到180cc 好水再大一點 好維持這個 藍色的 到180 我還太小了 好 180的時候呢 就往外繞 好一樣的做法 水太小了 稍微大一點 繞外圈就好了 剛剛都繞內圈 好水又太大了 稍微控一下 繞外圈 繞外圈 一直繞到結束為止 OK 300結束 好 這樣子呢 就是內外圈給水法 那這樣子可以有效的 利用電子秤呢 幫助你的給水穩定 同時間呢 做出兩段層次 OK 大家如果有用這個電子秤的話呢 可以試用看看囉 那我們看完示範以後 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HOKA這個電子秤呢 他的目的是什麼了啦 他的使用方式呢 會跟一般電子秤 是比較不同的 他對於一些 SOP的製造啊 或是一些初學者的 練習來說呢 是有他的幫助 那如果各位呢 對於這個秤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HOKA的官網 他現在有一個 活動叫做 新手也能沖出好咖啡的活動 那 目前這個電子秤呢 是售價到1980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官網去了解一下 其他詳情囉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呢 說到這邊為止 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 如果想要了解這個電子秤呢 我們也會在資訊欄上面 放到他的官網 那各位有興趣可以點進去看囉 那我們影片就到此結束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